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了 你看他的歌有幸福万年长 祝福祖国 几乎人人都是耳熟能详了 他呢还是第一个在雅典开 各唱的中国歌手 在去年啊 他还举办了上海公益演唱会 那说到他的名字呢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 汤灿 有请 谢谢 哨啦 哨啦 哼啦 哨啦 哼啦 哼啦 刹摸一起 花船的小姐 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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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些花曲街上 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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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啦 花儿生 手把一切花传的小姐 白纹啊 写花儿 卖一生 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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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春啊 新月 春秋 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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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拉沙拉沙拉安呼啦 手摸一只花船的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觉得太小了 如果说幸福万年长 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他涵盖的这种祝福 这种美好 我觉得就会更加宽泛一些的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 都是汤灿十年前的经典的作品 很有代表性 其实现在呢 汤灿也一直在致力于新歌曲的创作上 还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听 叫做《木棉花开》 我们要说的是这首歌曲呢 在网络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过百万的点击率了 性格来说很不容易的 对 这也是金老师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也是这种民通的一种唱法 我们接下来呢 就一起来欣赏这首 点击率过百万的《木棉花开》 有请上菜 请客在梦中流淌似 愿在远方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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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翔 愿在远方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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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在悲翔 愿在微顺海上合影的 歌声悠悠水荡漾 啊 木棉花坛的礼法 哎呀一言 在那嚮往的故乡 歌声悠悠水荡漾 哎呀一言 你我一起歌唱 木棉花儿开放 红红的木棉花开 我心等待 灿烂的木棉花开 山歌入海 暖暖的木棉花开 沉情的爱 不灿烂的木棉花开 沉黄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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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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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前来我歌唱 歌声悠悠水荡漾 啊 木面花开的地方 哎呀一眼在那相忘的地上 歌声悠悠水荡漾 哎呀一眼你我一起歌唱 木面花开航 红红的木面花开 我心等待 灿烂的木面花开 山热入海 暖暖的木面花开 山青的爱 木面花开航往 灿烂的木面花开 灿烂的木面花开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特辑 是关于雪狼湖的 汤灿在内地版的音乐剧 雪狼湖当中演的是宁静雪 当时为了宁静雪这个角色 是付出了很多 其实在做雪狼湖的时候 在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是提前半年就在训练 但是他们香港人都是有一个宣传计划 就是他们不希望能够事先就给媒体曝光 希望大家有一个期望 悬念 对 所以就是我们都会按计划去进行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保密协定 所以的话呢 我们都是在秘密的训练 你看你们早就定了 把我们媒体全蒙了 没有他们是不让说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惊喜 那其实做宁静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所以说通过雪狼湖 通过那一段时间的历练 给了你人生很多的收获 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常常说到一句话 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此灿烂的汤灿 站在舞台上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轻松一点的歌曲 一首名歌《彩云追月》 当然也是经过汤灿时的演绎了 我们一起来欣赏 了一首歌《彩云云彩云》 《彩云云彩云毁云》 何日你才能彙徨 我逃顿顿面一片无边 我的相思泪干 亲人的亲人你可听见 我轻声的呼唤 门前笑说一场鱼 何日相聚在堂前 明月照窗前 一样的相思 一样的宇宙 迎去遇上能复养 日复我一日 年复我一年 你还想可难相见 亲人啊亲人 我在盼 盼望相见的明天 鸟儿倦飞 夜之关 盼望亲人 成贵 我一天 你尽 他 你尽 啊她 翘首遥望 今次遍遍 何日你才能揮花 我套了根根 绵一年无缘 我的身子泪干 情人啊 既然你可听见 我轻声的呼唤 门前小树已成绿 何日相聚在堂前 门前小树已成绿 何日相聚在堂前 好的 谢谢 谢谢汤灿 今天汤灿来到我们的民歌中国呢 要展示的就是她各个不同的侧面 在音乐上的不同侧面 包括她本人的很多不同的性格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吧 《龙船调》 这是一首湖北民歌啊 对对对 这是我原来读大学 在湖北唱的 经常唱的一首歌 包括现在 这次在演唱会上也唱到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在我们民歌中国的现场呢 我们每一位来到民歌中国的歌手呢 都是非常非常有实力 因为汤灿决定要来轻唱《龙船调》 我唱一段吧 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期待 汤灿轻唱版的《龙船调》 这首歌 《龙船调》 秋雨 没怕我去了巴音也门 哎 请那鸣儿цев 那鸣游 不怕哪故 不怕哪故 啊 我的天啊 明天您将收看到的是 草原黑骏马 黑骏马组合 真的是用一种特殊的音乐方式 来到了我们的 民歌中国的舞台 是去捡牛粪去了 因为牧区一定要捡牛粪 去生火做饭 完了我们当时听完这句说 我们也特别深处感动 因为他的父亲 跟我们父亲是一样的 之所以说这样一个 善意的谎言给孩子 也是希望保护孩子的一份情感 稍后汤灿将为您讲述 他投身工艺事业的经历 能够喝得有质量的水 起码做到你一种 最基本的保证 牙齿再不会成年是那样的 一种黄色的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一种黄色的渐点 牙齿再不会成统 牙齿再不会成统 垃圾再不会成统 牙齿再不会成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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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水教实施十周年 那我特别荣幸地作为了母亲水教工程的工业形象大使 那么去年六月底 我们就去到了甘肃最平均和缺水的地方 就是天柱县淡马乡 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种缺水状况 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这种三十多岁的妇女 当然小孩已经很大了 她看起来起码会比我大十多岁 她们的牙齿是那种黄色 那种黄不是说因为没刷牙 就是那种牙的那种牙构已经很深的在牙齿上 那是因为就是水质太差所致 我们刚才听汤灿讲 这些可能没有更加直观的概念 我们在现场看一下她屏幕 就是有一些照片是她去到的这个天柱县 就是你看这个小孩 她的牙齿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种 当然这个不太明显 但是她的牙已经黄色了 就是脸上也有那个均裂是吧 对 十多岁 这个地方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了 等于是头一天我们去到最贫困的地方 那么第二天我们去到这个地方 是已经得到捐助的这样的一些家庭 他们的生活已经 起码大家看到了绿色的树 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那么水窖已经在家里了 对 就是盖了那样的水窖 就是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接到雨水 起码他们能够解决基本的用水问题 而且的话呢 家家都装了一个过滤水的一个装置 那么之后的话 牙齿再不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黄色 就可以保证他们的水质可以相对来说 对 有水喝 能够喝的有质量的水 起码做到你一种最基本的保证 好的 非常感谢汤灿 为母亲水窖工程做了这么多的贡献 谢谢你 今年我们还会要去到另外的地方 对 今天非常感谢汤灿来到我们的民歌中国 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汤灿式的民歌 我们发现汤灿它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 不断地追求一些新的变化 融入更新的更时尚的元素 在里面 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时尚感的民歌 那我也非常感谢民歌中国 能够给我一个这样好的机会 演唱这么多的能够代表我风格的歌曲 而且和大家一起分享 或演唱之外的点点滴滴 希望以后能够经常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民歌中国栏目 谢谢 也希望汤灿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宽阔 向你的名字一向更加的灿烂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已经翻过破 已经翻过破 你还站在原地傻傻的彩 红红的太阳 掉进山那边的河里泪 爱个爱的山歌也 牵出来月亮来海 唱歌人的脚步 听不见那楼位 听个人的小说 还在窗口 拍呀拍 塞龙 嗨 嗨 歌声前出月亮来 嗨 嗨 嗨 歌声前出月亮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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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翻过破 已经翻过破 你还站在原地傻傻